車輛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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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車輛機器 車輛機器 今天幫各位介紹這台 是2019年Toyota的Sienta 7人座豪華型頭燈的部分 配置的是魚眼燈套 裡面是一般的乳素大燈 輪胎是15吋的鱗圈 它這裡是一般手動式的拉門 它新柱後方這裡是比較方形的一個造型 相對它的平整性 它的裝貨量會比較大 再來看看我們車內的部分 這台車目前旅程是12700公里 前方這裡它是一個小型的螢幕 可以有收音機、藍牙音樂等等的功能 排檔感是CVT五段變速的 看到後座的部分 我身高178公分 西部空間一個拳頭左右的距離 頭部空間至少兩個拳頭以上的距離 它在後面這裡還有不封孔 兩邊座椅都配有ISOFIX 看到第三排後座的部分 第三排座椅收下來的情況下 後面平整性也是很好 第三排座椅要起來的 需要先把中間這排座椅往前座請到 現在為各位做示範 接下來我們就實際做一下第三排座椅給大家看 實際乘坐第三排的空間 一定會比較局促會比較適合 個子比較嬌小或是小朋友 它的中間有出風口 就算夏天的時候也不會有太門熱的問題 再來為各位介紹引擎的部分 它是1.8cc TVT無段變速的變速箱 平均油耗大約在14.2左右 其實很省油 再來為各位做一下總結 這台車很適合家中有長輩 它第三排空間可以做非常靈活的運用 在我們賞車網的售價是64萬8 我是車新計車阿澤 有興趣的可以來現場到我們這一台 1904的Toyota Sienta 喜歡的話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掰掰 實在就是SUM